台中市西屯区的爱林服务社区 透过地方资源整合 提供孩子们免费的课后辅导活动 市议员陈淑华和里长到场关心 并送上水乐园门票当礼物 让社区的孩子们在言下的夏天清凉一下 小朋友们认真写的作业 这里是西屯区的爱林服务社区 市议员陈淑华跟和服里长何淑林 今天送来水乐园门票 让孩子们在暑假尾声好好玩个痛快 那这一次呢在暑假的尾声 我们也特别在跟和服林里长 一起结合地方的资源 提供给我们重庆教会 需要家庭的孩童们在暑期的尾声 一个可以跟家长去清水活动的机会 除了这次的水乐园活动 明代也会整合地方资源 让孩子参与多元活动 此外在平常开学上课日 和服里爱林社区也会提供免费的课后辅导 让孩子学习进度不打折 我们爱林服务社区都长期 对里内弱势的学童的课后服务 都是免费来做课后服务 因为家庭的因素 许多家长必须外出去打拼 去赚钱 赚取微博的收入 来支撑这个家庭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来指导学童 来关心学童 社区内的客服年龄范围 从国小到国中 另外在暑假也有其他好玩的夏令营 让当地社区的孩子 在父母忙碌工作之余 也不会无聊没事做 老师就是早上或是下午 他们都会放影片给我们看 我们都来这边写功课 玩游戏 还有补习 爱林的生辅班 已经服务20年了 那我们目前就是从国小服务到国中 在学期中我们会接待他们 下课来到教会写功课 那服务他们完成 就是他们联络部上面 老师交办的事项 教育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 藉由爱林社区的资源提供 不仅让他们得到课后照顾和学习 现在又有水乐园门票 让他们不只有学习 还能与家人有放松的休闲时光